二十二岁 跟她五年了 当时是小姑娘吧 当时觉得她怎么都好吧 对 当时想无时不刻地在一起吧 就是当时她对我特别好 就是无论多晚 就让她想吃什么 她都会出去给我买 对 不断地给你制造惊喜吧 那怎么五年之后 现在人家想给你惊喜 突然你会觉得 你必须得告诉我 你什么时间会出现在我的眼前 本来你们两个人是在同一家饭店 对 你让她去三十分钟路程以外的 那个地儿对吗 对 然后你还和她不信任的男性同事一起喝酒 主要是我的所有的男性朋友 她都不信任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我就是和我的男性朋友出去吃饭 就是在一起吃吃饭 她明明说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你单独跟那些男性朋友 或者说必须得有她在场 对不对 有没有说过类似的话 有 你不同意 对吧 不仅不同意 你要让她离你要远远的 不仅让她离你远远的 还要跟她说 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要提前告诉我 对 种种迹象能让她心里踏实吗 她是极大的没有安全感 她的不安全感 完全来自于你种种的作为 她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呀 我就是感觉以前我们在一起 你没有做什么 你现在可能就是没有做什么 但是你现在做的 我看到的 她看到的 就是说 你们要保持距离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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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对他们的未来不是特别看好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总